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经过不到一年的培训 无留学经验的日本学生 也可以用15分钟的准备时间 做一个7分钟的演讲 为什么呢 因为在极限英语辩论中 每个人都必须轮流发言 一开始对每个人来说都很难讲7分钟 然而有了知识 词汇和经验 讲起来就会容易得多 此外 在辩论中 请听别人的意见是很重要的 因为辩论有明确的主题和立场 这意味着 听取对方发言 展开讨论 以及归纳要点 比完美的英语更为重要 现在我们将为你说明 极限英语辩论的规则 Parlamentary辩论 是以英国议会的辩论 为模型的辩论方式 它有两个 以其他辩论方式不同的地方 首先是准备时间短 在辩论开始的15分钟前 才知道主题 在其他辩论方式中 辩论者可以提前几天准备演讲 但在极限英语辩论中 在15分钟内尽你所能 比收集政治更为重要 第二个不懂的地方 是你必须要用你的演讲 来说服听众 辩论不是由专业人士 而是由有普通知识的人进行的 是要用简单的组绘 来表达你的观点 接下来我们将为您说明 能够通过极限英语辩论 获得的五种能力 首先是英语绘画能力 如前所述 用英语演讲 可以加强绘画能力 一般来说 英语沟通能力 是通过普通的交谈 或讨论来训练的 但只是方法多有其盲点 例如 如果有人问你昨天吃了什么 你会如何回答 你可能会简单地回答 我吃了米饭 这样简单的绘画 是不会提高你的绘画能力的 像辩论那样 需要总结观点后发言 才会提高真正有用的绘画能力 第二种能力是逻辑思维能力 辩论的目的是要说服别人 要做到这一点 你必须以逻辑思维和简单的方式表达你的想法 除外 评委会在每次辩论后 对你的论点给予反馈 从错误中吸取教训 你的逻辑思维能力就会大大提高 第三种能力是知识的广度 每次辩论的主题都不一样 对各个理议感兴趣会增进你的知识 当你辩论的话题出现在新闻时 你对社会的兴趣自然也会提升 第三种能力是表达能力 在辩论中你的仪器和手势也会被比分 如果你低头或小声说话 你就无法说服任何人 在别人面前演讲会提高你的表达能力 最后一种能力是沟通能力 辩论通常是以团队进行的 因此选与对友交流你的想法需要沟通能力 因此正如你所看到 集训与辩论将丰富你在未来必不可少的能力 对某些人来说辩论规则似乎很复杂 但极限运于辩论规则却相当简单 就算是初中生也可以参加 首先辩论者分场两组 分为中方和反方各自三个人 中方的第一位发言人陈述主张 并给出支持其主张的理由 其次反方第一位发言人 访博中方的第一个理由 并给出反对理由 最后中方成员将反驳反方 然后达上第二个理由来支持他们的观点 反方的成员也以同样的方式发表演讲 最后反方将在中方做总结之前 对他们的历程做一个总结 如简所述 一场辩论有六个演讲组成 中方一 反方一 中方二 反方二 反方总结 以及中方总结 每次演讲 多有三分钟的时间发表 但每次总结 只有两分钟的时间 一般情况下 演讲可以比规定时间长30秒 或短30秒 即使一开始 你不能讲那么长时间 也要尽力表达你的想法 辩论结束后 评委将根据各队成数的说服力 来决定获胜队伍 上述规则是为三人小组制定的 但如果是四人小组 正方以及反方的第二次发言 将有两个人在三分钟内完成 最后 即兴英语辩论中 有一项特殊规则 叫做POI POI代表星期点 是一个向对方提问的制度 引入这个制度 是为了加深辩论 当你想在对方演讲中提问 或指出问题时 说POI并举手 如果对方同意 你可以在15秒内提问 当然 对方可以选择不接受POI 正式的POI方法 使执手的时候 要把另一只手放在头上 这些因为在过去 英国议员必须把一只手放在头上 确保他们的假发不会掉下来 执行英语辩论使用三种辅助造材 具体来说 是用来写头脑风暴的纸 演讲稿 已经辩论的流程图 第一章是用来写头脑风暴的想法 并在逐配时间决定使用哪一点 尽可能多列举你的观点 然后选择你认为最有收复力的两个观点 试着用五个单子以内 来说明这些观点 这些观点被称为路标 可以在你的演讲中使用 在头脑风暴期间 与对方分享意见和目标是非常重要的 第二章是用来准备演讲的 头脑风暴之后 在准备时间内写下你的观点 每个部分都会提供一张 曲线空格使用来写访驳意见的 在准备时间内 你不知道对方的观点 但你可以预测他们可能会说什么 并写下你的反驳意见 最后一张是辩论的流程图 这是在辩论中作为记录用的 与第二章相比 这张可以用来找到反驳意见 以及理解对方的观点 这张值可以清楚地显示辩论的流程 这是最后一张的停写事例 这是备忘录 无需写完整的句子 最后评委要记住一些要点 获胜队伍将有内容已经表达的说服力来决定 在内容上 以理由及案例的清晰度作出判断 在表达上 以延伸交流 手势等作出判断 当你做评委时 要公平地比较各队的观点 来选择获胜队伍 判定的方法不止一种 所以要通过积极参与来完善你的判定 在全球化时代 会说英语是理所当然的 我们希望你们对这段视频中的辩论感兴趣 并与我们一起尝试一些新的东西 如果你对规则或参与方法有任何问题 请出去咨询 谢谢观看